基隆廟口攤販 一早就忙著清洗攤位 隨著疫情降級 停業兩個多月之後 終於要復世 應該要開了 對 怎麼說要開了 會不會很懷念啊 會啊 怎麼說懷念 大家都說沒有出來灌掉 大家都東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啊 民眾也好期待 總算可以吃小吃 歷經三級延長 摘水管線更換工程 副業一再往後延 現在終於確定7月27日可以重新開業 但基隆市政府也訂定相關防疫措施 最主要的就是攤商 它在營業的時候都要雙造一套 那然後客人 我們市民進到夜市裡面消費的時候 如果說要內用的話要有隔板梅花做等等的措施 那我們也要求攤商一組客人離開之後要做清銷 才能接待下一組客人 那我們希望在這種高規格的防疫 在二級警戒的情況下 我們市民也能夠逐步的恢復正常的生活 疫情降二級 許多場合仍有限度開放 儘管如此 防疫不可鬆懈 記者黃少民接龍報導 直播 出發